- 现居在土耳其的阿布都日赫曼·麦美提的家人 是中国政府在东途决散镇压的直接受害者之一 他已三年无法与东途决散8周的家人联系到 他最近通过各种消息来源确定 他的父母于2018年12月被关进集中营 他的哥哥艾赫曼·麦美提于2017年3月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逮捕 并被判处20年徒刑 阿布都日赫曼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时透露 当时阿布都日赫曼在土耳其 中国安全部门绑架他的另一位哥哥 并要求他赶快回来 要么他的家人安全受到威胁 阿布都日赫曼表示 他的哥哥艾赫曼提于2005年毕业于乌鲁木齐伊斯兰学院 曾设何硕现一座青春寺的伊妈姆 阿布都日赫曼呼吁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 关注包括他家人在内的数百万维吾尔人受害者的局势 中国领先的基因信息处理和生物工程公司华大基因 宣布将在东都觉散建立一个基因库 根据在美国网站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 BGI公司具有通过遗传信息追踪目标手术民族的能力 它参与了维吾尔社区遗传信息的收集和处理 并且是向国外提供中国病毒测试设备的公司之一 该公司还宣布将建立一个基因库和法医合作中心 美国情报与安全中心主席威廉·埃文娜表示 中国政府具有以多种方式跟踪个人信息的历史 以至于他们可以轻松地收集世界人口的个人信息 受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公司非常令人震惊 他认为辅助病毒检测可以为中国提供收集大量DNA数据的机会 因此此类全球病毒检测应在秘密的基础上进行 据德国图片报报道 阿迪达斯已决定不再和土耳其一德国足球员俄奇尔续约 原因是他的一些个人行为损害了品牌形象 报道指出 俄奇尔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私交密切 因此受到不少德国民众的批评 去年俄奇尔在社交媒体上就冬突掘散问题批评中国 英国日报指出 俄奇尔和德国国家队的互相争吵 并与总统埃尔多安会合 是阿迪达斯取消500英镑协议的主要原因 该协议将于2021年结束 2019年12月13日 俄奇尔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中国在冬突掘散的侵犯人权行为 以及保持沉默的穆斯林世界 众英代表周六在两国边境会面 此次边境举行的会谈是 赤金双边最高层级会谈 有高级指挥官与会 过去四周 当地的边境指挥官已经举行了一系列会晤 但仍无法化结僵局 印度政府网站周六公布消息 此次与会的印度代表团是由印度陆军第14军团司令 辛格林军 中方则是由南疆军区司令员柳林少江出席会谈 会晤地点位于东都决散和印度边境地区拉达克的穆尔多 本周五 印度和中国外交部官员也就边境局势进行讨论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和部队指挥官在边境地区举行的会议上 就最新情况发表了重要声明 阿卡尔部长在评估爱琴海 东地中海和塞浦路斯的问题时强调 土耳其的行动符合国际法 阿卡尔对希腊国防部长尼克斯的威胁性言论 作出回应 希腊国防部长前日说 如果土耳其继续在东地中海进行勘探 希腊准备与土耳其进行武装冲突 阿卡尔部长还谈到了东地中海的警察局势 并说我们要合法解决问题 阿卡尔透露 土耳其和希腊国防部代表团 在2月举行了建立信任会议以解决分歧